大家好 今天來回應蕭友的詢問 關於吹蕭怎樣來做起音轉折 應用在曲子中 怎樣吹出美好的裝飾音 在這之前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江白石 南宋的池人江白石 他本身也吹蕭 他有一首詞談到 製作新詞韻醉膠 小紅低唱我吹蕭 這個蕭字我們應用在南館的蕭 古韻裡面很重視 所以形容很重要的蕭 要掌握到一個美學就是一個蕭字 製作新詞韻醉膠的蕭字 在南館裡面也談到蕭蕭寶曲 蕭蕭寶曲 這個蕭其實就是說蕭約動人的情韻 它是很柔美的很帶有情感的情韻 它其實是一個蕭的整體的美學 所以說我們要怎樣去體會蕭蕭寶曲 這個蕭字 製作新詞韻醉膠的蕭字 來應用在蕭的曲韻上 所以說它在起承轉合上 在音旋律線條的連貫上 那裝飾音起了很重要的點綴作用 就是可以讓整個曲子很生動 如果說我們是沒有做這個裝飾的話 那可能聽起來就是比較刻板 所以我們在裝飾音的時候 如果我把它拆開來看的話 我們有一個起頭的領音 就是開始的領音 然後在線條之中 我們的旋律之中 它有過路音 有裝飾 有疊音 打音 正音 這些裝飾的東西 但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就是說 你的主刻關係 就是主旋律跟加進來的這個裝飾音 不要宣兵奪主 這之前有談到過 這個部分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談得很細 那這個領音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這個開始的時候 這個起音呢 通常如果在笛子它會用清吐 起音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傳統的美學 所以在笛裡面特別比較忌諱 就是土音 所以舌頭的土音不太用 都是用指頭的裝飾 那這個手指的裝飾音 比如說好像疊音這樣起音 那或是說我們有這個氣沖的起音 或者沙啞的起音 或低八度的領音 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一個氣息中的狀況 然後呢手指呢 在靈巧的在做一個動作 這也很像這個毛筆的長峰下筆這樣子 你往這邊走 但是呢你另外一個方便 另外一個方向來起頭 所以比如說我們要起這個音 起這個刀 你又由上面的手指來翻動來起音 甚至呢你在起音的時候 這個疊音以外呢 我們還有多一個雙站子 甚至有稍稍有用一點點這個打音在裡面 所以這個靈巧度呢自己去體會 但是不是很突出的 你同一個氣息 如果你的氣息是一樣大的話 那你那個 你的領音就會有一個音頭很突出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輕弱的起 你的氣息是在輕弱而起 在這個轉折裡面呢 它其實是當 如果音是 那你裝了以後裝飾了以後 那 在音與音之間我們做了裝飾 然後呢讓這個弦力 就是那個音的起頭呢 起了一個明顯的作用 那所以我們氣其實是連貫著的 但是呢在音符的變化之中 所以透過裝飾以後 它好像整個樂劇就活起來了 它就有生命感 它的律動感就出來 那再配合我們的氣息的這個強弱 風門的收放 那就產生了一個 就是腰身的美 再配合我們線條之間的這個裝飾音 就產生了一個 一個整個前韵的結構的美 那這個結構的美 你如果分開來看 只有起音啊轉折音啊 其實呢它是配合著我們的線條 比如說我現在用一個段落 春降花月夜來跟大家來做示範來講 那它就有 那你就是一個平的 那這個音符也是好像很呆板 那通過我們的裝飾跟轉折 還有就是線條的腰身 起伏的做動作 那這就是藉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折音 主旋律的线条浓淡层次 让这个肖声立体起来 它有深度 它有景深的感觉 可以透过这个气息跟手指的变化之中 让肖的情运活起来 这个音乐就活起来 你即便是读咒都非常好听 所以说肖的美学 我个人的体会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让你的气息跟手指都有灵活度 都可以让这个人与肖之间的一体感 人消的一体感 来让生命的起程转合 投入在这个曲子中 所以让这个曲子活起来 它有生命感 它有旋律感 所以这个交织呢 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充分地体会它 来融入在我们的 萃取的情欲里面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